因为这些信息还包括这六个人的欠款金额失信情况 那么这六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持续是说呀 他们就是老百姓嘴里经常说的老赖 贱债还钱本就是天经地义 可总有人闪转腾挪 拖转溜就是不还 这种人老百姓称之为老赖 老赖们都会拿些招 咱们应该怎样见招拆招 谈了多年的执行男 究竟有着怎样的现实困境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析 老赖是个老大男 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的 类似山西太原的这种状况 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就是把这些欠账不还的老赖 他的公开信息公布出来 然后让所有人都盯着 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他欠钱不还 其实等于客观上 给这个欠账的老赖施加一定的压力 那么说这老赖这个现象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想想确实挺可恨 什么是老赖呢 其实就是欠账不还 而且这个老赖呢 在司法意义上呢 还特指那些呢 就是民伤行为当中 他本来呢 经过法院的这个判决 他必须要偿还 他欠款或者其他的东西 但是到期了 他有能力偿还 他却不还 就是在主观上呢 他有这个拖欠 欠款的这个恶意 在客观上到期拒不履行 就法院都判完了 他还不给 也不还 所以这是司法意义上的老赖 就是经过法院判决了 还不还钱 韩总 我那钱回公司一块钱了 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过什么呢 几天呢 您给准信 韩总 我可告诉你啊 我现在团着呢 我告诉你过几天再说 过几天再说 你瞧你这没了的劲 不就九万八千个钱吗 你就跟我逼急了 你这车我还不抱你了 我送你去公司 公司没钱 那我送你去银行 那都是别人的钱 而这样的老赖 可气在哪一点呢 他不是没有能力 你咱们有的人说 我确实就没钱了 那没办法了 他有能力还 他这个时候 一边欠着别人的款 一边自个儿还高消费 吃好的喝好的 吃香的喝辣的 油山玩水的 甚至还继续进行 他原来的经营行为 你说这可气不可气 所以说这老赖 这个现象呢 社会上基本上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而且老赖的出现呢 对我们的这个司法的公信力 有时候有影响 你比方有很多官司 一打你肯定赢 他欠你钱嘛 这些证据确作在这 到法院一打官司 你肯定赢了 可是赢完了 他就说没钱 这法院呢 强制执行过程当中 财产都没了 你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这官司白打了 耗费了人力物力 最后打完了之后 赢了官司 什么也得不到 反而自己这么长时间 还耽误不少事 所以这就事实上造成了 一种社会不公平 所以这样的事情 如果要是法院不管的话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咱们这个最高法呢 针对这种情况呢 在2010年呢 出台了一个关于 被执行人限制高调费的决定 什么意思呢 就说法院判了 你必须还款 这叫被执行人 这个被执行人 他不是没有还款能力 他有 他把钱东转西转 转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他该干嘛干嘛 那你是这个白酒宴呢 请客啊 出国旅游啊 还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啊 他该怎么享受 怎么享受 所以要限制他高调费 就说你不准乘坐飞机 不准坐软卧 不准你白酒席 就是限制你进行高调费 那么紧跟着隔了不长时间 也是在2010年 最高法呢 又出台了一个这个 关于被执行人限制高调费的联动机制 什么叫联动机制呢 这个事光法院干不了这个事 他必须得其他部门配合 你比方说我不让你这个坐飞机 那我必须得从民航那得到你信息 就我把相关的 你这个情况跟民航说 民航一看 是用你身份证订的机票 不给定 或者跟各个楼堂馆所 各个大品馆 就一看是你的名字 住的这个四五星级宾馆 那就不给开房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限制住 所以说呢 他这个联动机制呢 包括跟民航机构啊 和宾馆呢 再更重要的和银行证券机构 就是你这边欠钱不还呢 那头银行又办信用卡了 不行 或者那边你银行里出现 以你名字的大量存款 那不行 那得马上 报告法院 法院这边呢 把这个钱呢 交给执行人 再比方说你这头 欠那么多款呢 那边突然证券市场上 你又买股票 又弄积极 又整理财产品 这也不行 所以呢 他实行了这么一个联动机制 就是从各方面 限制这个被执行人 在有还款能力情况下 他高消费的 他不还钱 没关系 那边 没关系 还是 是 很难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说这管用不管用 包括前面我们看到的 把这个老赖的信息都暴露出来 让大家社会共同监督 管用不管用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我认为从根上来讲 他治标不治冷 他使那些还想继续在哪个行业里接着干 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他以为这个事没多少人知道 你现在把它公开了 给他带来面子上的压力 心理上的压力 他还想接着在这行业里干 这时候会敦促他主动站出来 把这钱还了 对这部分人 对这部分老赖是有用的 假如这个老赖就铁定心不还钱了 我也不出去高消费去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或者我干脆就一走了之了 我本来就隐姓埋名就要躲着了 你公开发布我信息也没用了 所以我说要治理老赖这个现象 首先我们要从他赖的根上 你就要治他 所以咱们必须得了解 这个老赖啊 赖钱欠钱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招 咱们可以在这儿呢 把这个老赖这些花招给大伙解析一下 头一个招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溜 36G走位上 就我一听欠钱了 法院一判我输了 我就没了 跑了 这个情况在这个 呃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比较常见于那些这个拖欠工资啊 呃就是比方欠农民工 欠薪这样的 2011年北京老赖梧桐欠下农民工工资36万多元 被农民工抑制诉状告知北京朝阳法院 经审理 法院判决梧桐赔赴农民工相应的劳动报酬 梧桐不但没有执行 反而销声匿迹 与法院玩起了躲猫猫 啊这个梧桐呢 我们已经找了好久了 这个他现在是去所着公司都不去 然后呢 家也不回 梧桐躲债是因为没钱吗 答案并非如此 经朝阳法院调查发现 梧桐在北京市朝阳区某村拥有多处房产 并且大都对外出租 光是每年的租金就收入不菲 为了寻找到梧桐的下落 朝阳法院四处查找线索 终于在2013年7月18日将他逮捕 并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 所以对于要溜这样的 他不光是法院的事 你打官司打到法院那 可能有的时候这事已经晚了 他已经准备就跑了 所以对付这种要溜的老赖 一定得是呢 把他跑这种可能扼杀在萌芽当中 很早就要介入 这个就不光是法院的问题了 他涉及我们劳动监察部门 劳动仲裁部门的工商税务执法 这些部门能够及早的介入 加强这方面监督管理 三十六计走为上 拖欠债务留在前 专业老赖 无诚信 很嚣张 本该欠债还钱的老赖们 还会耍哪些花招 老梁观世界 老赖是个老大男 正在播出 第二个他的花招呢 就相对比较复杂了 我们管这叫转 把财产转出去 这个转的花样呢 可太多了 一种方式是呢 我把我这个财产呢 都搁到我亲戚名下 搁到我朋友名下 都以你的名字注册 然后其实呢 还是归我控制的 这是一种转方式 第二种呢 法院一判呢 说我这要还钱了 好 假离婚 假离婚呢 这样呢 我媳妇 我孩子不欠钱了 我把财产转他那去 或者至少转一半以上 这样你执行说 你看我就这么多了 或者我就没钱了 这是一种转方式 再有一种转的方式呢 它就更加隐蔽了 另外这个房子 明明是我自个儿的 我欠钱执行的时候 得把这房子拍卖 结果呢 我把这房子呢 房本上添一个人名 我们俩人共有 共有那你执行 最多执行一半 那一半我还留下来了 再有的就是虚构 债权人 就说我呢 不是欠你钱吗 你到法院 就是要账 我这钱得还你 我现在是钱的 我另写了欠条 然后我欠别的了 结果呢 我先还人去了 你看 我们有欠条 我得先还他 我后还你 到还你的时候没钱了 虚构债权人 另外还有更复杂的办法呢 这个办法你想低调损 假诉讼 就你这边不告我吗 说我欠你钱 那头又有人告我 那边告呢 是我们俩做好扣的 我没欠他的 他告我 告我之后呢 我这边就一切都提供 对他有利的证据 然后最后呢 法院判呢 我也欠他钱 那好 这个案子清楚 先弄完了 先执行吧 把我的财产啥的 都执行给他了 其实是转移给 跟自己一伙这人了 等到你在判决下来 我也输了官司了 也怎么着呢 是